真言上人行早今天來到新北市的板橋園區 幫海外志工受政 同時發送付回紅包 而很多志工拿到紅包之後 發願回到自己的國家 要更加的精進 接引更多人投入大愛行列 而這一次上人的受政在第一梯次 一個多星期前已經圓圓 有23個國家地區878個人受政 而第二梯同樣是在板橋和三重園區 兩個地方舉辦 板橋有包括了美國 加拿大 印尼等 十三個國家四百一十一個人受政 三重有包括了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等六國 四百個人受政 兩梯下來總共有一千六百八十九位 職工受政 帶著震撼與期待上臺 已經不知道等了多久 從海外飛了好幾個小時回到台灣 終於鎮言上人來了 穿了整齊迎接上人 展現自己最莊嚴正式的一面 但是上臺就只有短短的幾秒鐘 和上人相處時間不多 讓海外志工點滴在心頭 當上人說出祝福的那句話的時候 很興奮很激動 又很期盼 我真的就在他前面了 那因為我從小沒有媽媽 所以在我聽著上人開始時 我好像就真的找到了我的媽媽 我們要尋找一個很正確的方法 海外菩薩都回來了 來自中美 英德 宏多拉斯及西蘭卡 整十三個國家地區 超過四百位海外志工 來到板橋園區 終於圓夢見到上人 成為一名禁食弟子 向上承擔 向下傳承 侯心師志四個字重重地 畫在心上 大學我想念一周 聽不懂